随着两岸人士往来越来越频繁 有许多大陆民众选择在台湾欢度农历年节 有一批陆客团在初二一大早就到了珠宝精品店添购新年新型头 而台湾业者为了抢发陆客财过年也是不打烊轮班迎接财神岛 阳光刚露脸一辆辆载满陆客的游览车排成一支线 在台湾过年的陆客纷纷下车来到珠宝精品店准备大采购 有在台湾欢度新年为自己装点门面 有人短短几十分钟不杀价 金属手环掏钱一买就是台币上万块 还有陆客直接将战利品带在身上 而台湾精品业者各自从除夕一路营业不打烊 工作人员轮班上阵毕竟财神道把握机会抢赚陆客财 澳雅卫视周建卫彭志华台北报道